随后燕子金告诉端武 让他自己想办法 看着离开的燕子金 端武有些茫然了 端武作为海珠女 为了解除身上的卖身器 拼命地来到海底打捞珍珠 看着自己辛苦找到的极品 还没等他看仔细 哪知这时突然从背后窜出来一个人 见到对方想要抢夺自己手中的珍珠 端武及时地推开了男人 还没等他缓过来 这时候面又来了一个人 用绳子从他背后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不管端武如何努力挣脱束缚 男人就是死活不放手 见到这情况 随后端武利用水中的福利轻松地转过身子 紧接着直接撞向了对方 男人由于身上揣着刀 被端武正猛地一撞 身体上也撕开了一个血口 见到男人受伤 端武赶紧就要浮出水面 哪知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人男人再次出现 直接利用体重的优势 把端武狠狠地压到了水下 端武也在男人这一脚中昏死了过去 嘴里的珍珠也随之落了下来 两个男人本想着继续去抢夺端武的珍珠 由于刚刚另一个男人受伤 血腥味引来了鲨鱼 这才赶紧逃离浮出水面 留在上面的好友看到端武还没上来 哭着让他们再等等 然而此时的几人 因为刚刚见到了鲨鱼 生怕被吃掉 便不顾一切地让长船人开船 此时昏迷在海底的端武 也在这关键时刻醒了过来 抓起身边的珍珠赶紧来到了水面 幸好送他们的船还没有开走 可让端武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上交自己采集珍珠的时候 管氏的妈妈 却从中将自己采集的最大一颗 换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眼看着他得到了 雇主给释放的奴隶卖生气 不管端武如何解释 那颗最大的是自己采集到的 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情 在端武走后 管氏妈妈给雇主提了个建议 端武长相还不错 让他去做展示的珠鸡 看着白天恶语相向的管氏妈妈 晚上却变成了关心自己的人 端武没看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这是管氏妈妈告诉他 要想离开这里 除了死别无他法 现在让他去当展示的珠鸡 也是唯一能够让他离开的出路 听到这话 端武也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在另一边 燕子精也来到了他们的珍珠厂 崔总管再见到燕子精的第一眼 很是眼熟 似乎像他之前 接收这个珍珠厂上一任主家 前后两期给先走人 不必那么多废话 好在被燕子精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打发过去 时间过得很快 珍珠厂也到了拍卖珍珠的时间 端武也化好了妆 随后也开始等待 崔总管给他们分配要售卖的珍珠 手下告诉他 现在就生最后一颗最为珍贵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展示 转身看着站在下面的珠鸡 询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做压轴的那个人 站在前面的几人刚想报名自己愿意 哪知这时在听到说这个珠子五百万 所有人都打了退堂鼓 也就在这时 站在后面的端武走到了前面 他告诉崔总管 这个巨型的珍珠是他打捞的 自己并不想让他明珠蒙尘 随后崔总管表示 只要他卖到七百万钱 就能让他离开这里 如果卖不到就要被活活打死在这里 对于一个只能卖五百万珍珠的天价 现在却涨到了七百万 其他人都不屑地看着端武 有那七百万都能让他熟身了 现在还要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 然而此时的端武看着手中的珍珠 似乎也下定了决定 拍卖上 燕子精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走上前直接出了一个六百万钱的价格 端武听到这他出的价 脸色愣了一下 这时燕子精蹲在身子 轻声地告诉端武让他见好就收 端武他知道他这次赌的使命 并不是仅仅是一颗珍珠 眼看着崔管家 就要将这个珍珠六百万钱卖出 端武赶紧祈求坐在一旁的蟑螂军 让他再看看蟑螂军 再看到端武求救的眼神 再想到刚刚他跟崔管家的赌注 此刻的他也有了怜悯之心 于是站起来表示自己出价七百万钱 再听到蟑螂军出的价格 端武也在这一刻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他知道自己终于得救了 随后拿出了象征皇家身份的柳叶金 崔管家在看到柳叶金这一刻 他也知道 眼前的蟑螂军不是自己得罪的人 崔管家也信守承诺地答应了端武 要放他离开 可此时的彭武却不乐意 既然要放他离开 肯定要让自己先享受一下 见到调戏自己的端武也没跟他客气 两人随后打了起来 幸好他躲得及时 那把刀没有落端武的身上 就在他要被彭武杀害的时候 这时八娘走了进来 看到端武被自己的主人压在下面 于是拿着刀冲了上去 直接把彭武给杀了 端武整个人都蒙圈了 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八娘也不管那么多 带着他赶紧逃离这里 随后两人经过逃跑 好不容易来到了海边 再听到端武不明白 八娘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八娘也告诉了他实情 自己是他的亲生母亲 随后也告诉了他的身世 由于被人陷害为了保住他 最后不得不损害了自己的脸 然后偷偷地生下了端武 将他送到了外面 希望他能够逃离这个珍珠岛 可最后世事不如所愿 在小时候他还是被抓到了这里 可对于从小就失去母亲的端武来说 在听到八娘是亲生娘亲 说什么都不愿放手 要带着他一起离开这里 眼看追兵要追上 八娘不得不把端武打晕 然后站在冰冷的海水里 拼尽全身力气推动小船赶紧远离岸边 看着远离的端武 此时的八娘也放下心 最终在回去阻挡追兵的时候 被崔管家带来的人 直接刺死在当场 而此时在另一边 拒毁了这个害人的珍珠岛 原来正如彭武所想 燕子精就是他们上一任的雇主 从小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 死在自己的面前 这一次他终于为家人报了仇 端武在母亲的帮助下 成功地逃离了珍珠场 等他到醒来后 发现自己再次被张静然所救 看着眼前的张静然 端武对他的救命之恩 再次表示了感谢 如果没有他两次救自己 现在早就伸手一出 两人看着天上的月亮 张静然感慨地表示 自己前两天在海礁岛 看到有交人跳进海里 然后又从海里及时地浮出水面的场景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他那天看到的场景 正是眼前端武那天下海 找珍珠发生的事情 端武告诉他 其实他看到的只是表面 交人急着出海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遇见了鲨鱼 第二个就是同类相残 在听到这话的张静然 看着眼前的满脸惆怅的端武 此时他也是很意外 于是赶紧安慰端武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可他却不知道 这个自由是建立在 失去刚刚相认的母亲身体上 也是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原来端武是要找到那个崔管家 因为他娘亲给的那个珠子 被他拿走了 他要把他抢回来 这时他想到了码头 他要跑的话 肯定会在码头坐船离开 果然不出他所料 在人群中 还真让端武发现了 乔装打扮的崔管家 于是他也跟了上去 可他却不知道这艘船 其实是燕子金的船 而燕子金早就注意到崔管家上来 正当崔管家拿着端武的 那颗珠子把玩 以为自己终于逃离了火海之地 也就在这时 燕子金带人 直接将他包围了起来 这时崔管家 在听到燕子金 叫自己烟钉的时候 他明显地慌了 在得知眼前的燕子金 是扬州烟士的时候 瞬间把他吓傻了 原来在之前 崔管家是燕子金家里的仆人 最后为了那可怜的银两 给燕子金一家进行栽赃陷害 此时正在另一边的端武 在安排好小弟的时候 他也出来寻找崔管家的下落 就在燕子金 跟崔管家对峙的时候 这时端武直接冲角落里冲了出来 这情况瞬间把其他人搞猛了 只见端武拿起棍子 一棍接着一棍 重重地打在崔管家的身上 让他还自己的珠子 还有自己娘亲的性命 这一刻的端武彻底疯了 不管不顾地 一棍一棍地打在他身上 也就在这时 被崔管家拿走的珠子 突然掉了出来 这才让端武放下了手中的棍子 正当他要去拿起 掉落的珠子的时候 燕子金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手上 看着手中的珠子 他也有点猛了 这是他家人的珠子 怎么会在端武的手上 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端武 随后让人把他绑了起来 就是这样端武依旧没有放弃 让燕子金把自己的珠子给他 直到背部蒙上了嘴 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呐喊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趁着巡逻人不注意 端武赶紧接着这黑天 迅速地挣脱身上的绳子 随后悄悄地来到了燕子金的屋里 寻找被他抢去的阿娘 留给他的珠子 好容易在一个盒子里找到 没想到这么快被发现 见状不妙的他 赶紧顺着梯子一路逃跑 最后在所有的围追堵截下 端武被堵在了船头的甲板上 眼看没了去路 于是便准备跳海寻求生机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最后还是被他们用网给抓了回来 燕子金在看到被抓的端武并没有怪罪 只是命人放他了 因为他知道就算跑 他也没地方可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端武再次找到了燕子金 让他将珠子还给自己 哪只燕子金让他拿三百万赎金才能给他 可对于现在一穷二白的端武来说 确实没有想跟他一起做买卖再还给他 这直接把燕子金逗乐 端武为了赎回自己娘亲留下的珠子 在看到船上有珠宝废料的时候 他想到一个主意 趁着船靠岸的间隙 带着弟弟推着废料去变卖 端武为了能够上岸去赚钱 再听到燕子金说 只要在天亮之前 将整个船只的卫生打扫干净 就可放他去岸上 于是他便像打了鸡血一样 一个人从船舱擦到舱外 从船尾擦到了船头 就算累得虚脱了也没有停下 终于在天亮之前 将船上的卫生打扫干净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一个人忙活了一晚上 最后却听见其他工人告诉他 今天所有的船工都可以去岸上 这把端武器的火帽三丈高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让他来到了岸上 燕子金却办起了诗会 这真让端武有口难言 只能陪着笑脸相迎 就在燕子金刚离开不久 崔家的十九郎也应邀来到了诗会现场 在看到端武的那一刻 两眼散发出凶狠的目光 还没等端武没反应过来 直接将他按在地上 因为他听到下人说 是他放火烧毁了自家珍珠厂 就在他要窒息的那一刻 燕子金听到声音赶紧走了过来 帮着端武阻止十九郎的纠缠 哪知这是端武却先告了状 果然有背景的人不能惹 特别像端武这样的 不仅有燕子金这样的人护着 还有太子身边的好友张静然帮着 说曹操曹操倒可还没等十九郎继续纠缠 广州地上负责选取贡品的徐特使 跟张静然过来了 眼看着对方要将端武拿下 一旁的张静然赶紧上前打圆场 让徐特使不要跃拳行驶 要不然等回到了朝廷 上面的人知道了他会很难看 这才将尴尬的气氛转为为安 诗会也很快地开始了 在所有人都做完诗后 这时张静然不紧不慢地走上台 也给大家做了一首交人类 根据之前端武给他的提示 还是自己在珍珠场看到的听到的 写下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诗句 这也让站在一旁的端武 想起了之前在珍珠场的日子 还有他死去的娘亲的画面 听得他眼泪早已打湿了眼眶 在结束诗会后 张静然也询问起燕子精 关于崔管家的尸体的事情 见到这情况 燕子竟直接搬出了端武 因为他知道只有端武说的话 张静然才会相信 看着之前救了两次的张静然 此时的端武还是违心地说了慌 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崔管家 在燕子精的船上 因为他想要回在燕子精手中的珠子 他不得已而为之 可不曾想再回去 跟他要赏赐的时候 直接被燕子精拒绝了 端武为了尽快赚取三百万钱 早日赎回在燕子精手中的珠子 于是便用了激将法 逼迫燕子精让自己下船 去岸上做买卖 看到端武说的话 燕子精丝毫没有犹豫地同意了 其实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端武的激将法 之所以让端武下船去卖船上的费量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办成了可以给商队赚钱 要是办不成刚好找个机会惩罚他一下 与此同时 在船舱的端武他想到 在这个船上虽然很多人不可信 但有一个人帮助他 那就是魏思慧 随后便只身来到了魏思慧的房间 端武将他发现的商机告诉了他 然而对于赚取这种 不够船上火福一天的生意 魏思慧本没有什么兴趣 见到这情况 端武这时给他算了一笔账 经过细算 一个月可以赚取数十万钱的差价 在端武的提醒下 于是便找到了管事的庞从事 将自己得到燕子精的允许 让他下船卖废料 庞从事便让他去试一试 并且以低于曹大的十六文钱的价格给他 现在还有二百斤 让他最好一次性卖完 就这样端武将废料拿到了底仓 跟同伴们一起挑选有用的 可以当成药材的废料 然后第二天等到天亮的时候 兴高采烈地拖着废料准备去售卖 此时正在上面的燕子精看到了这一幕 嘴里还在不断地嘟囔着 说端武又蠢又坏 这时一旁的侍卫看不下去了 直接对了燕子精一句 那人又坏嘴又毒呢 很快端武拉着一车的废料 来到了岸上的集市 看着热闹的场景 这着实让他看花了眼 以前他都没有出过采竹厂 在外的他们 由于各个药店有自己的供货商 对于端武他们这种卖散货的 没有一个人敢接手 都将他的货拒之门外 也就在无计可施 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 这时一个叫吴掌柜的找到了他 再看到端武手中的货确实不错 于是便有意要收他的货 再听到这消息 这可把端武给高兴坏了 然后便来到了药铺的门口 两人谈好了价格 以24文钱成交 在重新称重后 给了端武一张飞票 告诉他这个票 可以去任何一家店铺 都可以兑换现营用 随后端武没心没肺地 来到另一家商店 正当他开心地寻找 有没有小孩用品的时候 这时掌柜看着手中的飞票 越看越不对劲 赶紧告诉了他这张是假票 端武也在这时感觉到了不妙 于是再次飞快地赶到了 刚刚售卖废料的药店 要找他们的吴掌柜 可最后发现管理端武 他们伙计的崔大也在这里 他也在这时意识到 肯定是崔大跟他们合伙骗了自己 但现在也为时已晚 最后被抓了回去 被燕子精绑在船上 狠狠地打了一顿 但对于自己被冤枉的事情 端武并不想就此作罢 在燕子精对他的惩罚结束后 想请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一定会把钱找回来 随后趁着所有人睡着的时候 他来到了崔大的住所 直接拿着刀 逼着他说出那个吴掌柜的下落 眼看着眼前不要命的端武 崔大最后也只能认怂地告诉了他 吴掌柜所在的地方 在得到准确消息后 端武一刻也不敢耽搁 连夜来到了吴掌柜的家里 二话没说 一进门直接来了一拳招呼了上去 就这样端武成功地 拿回了自己被骗的钱 然而也就在这时 在燕子精的对话中 你知道 是有融合 他也知道 原来燕子精早就知道他是被骗了 这天 在岸上闲逛的端武 突然看到了摊上首饰的样子 于是他回去后 凭着记忆在手上直接画了出来 正当端武想着用这个创意 怎么带着自己发家致富的时候 在一起工作的伙伴告诉他一个消息 就是那个崔管师要去售卖珊瑚珠 只要能卖出去 就能加入到商船的商队里 听到这消息 端武嘴角直接露出了微笑 好运就这么来了 这天端武假扮虔诚的信徒 为了引起身边的富家千金的注意 在寺庙里拜佛还愿 正是因为他大声说话 成功地吸引了对方的注意 再听到端武因为手中的珊瑚珠 有转运的功效 想让端武售卖给自己 甚至不惜豪制千金 就在端武跟着他谈生意的时候 这是之前救过他的张静然走了进来 他也装成虔诚礼服的样子 话里话外的意思 告诉眼前的富家千金 端武的那些话都是骗他的 这瞬间让富家千金感觉受到了欺骗 随后不顾端武的解释 直接转身离去 看着眼前救过自己的张静然 端武对他实在又气又恨不起来 张静然告诉端武 做人一定要诚实 不能只做一次生意 如果想要长久 就要跟售卖的客户成为朋友才行 可现在已经得罪了富家千金 说这些对于端武来说为时已晚 张静然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随后再次给了端武提示 心承则灵 也在这一刻 端武在他的提醒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方法 只见端武来到了集市上 售卖衣服的店铺 然后在里面租了一件 全场最贵的款式 紧接着来到了富家千金的店里 先向他做了赔礼道歉 自己今天不应该为了 售卖珊瑚珠骗他 随后告诉富家千金 其实他的并不是客服之命 而是有人故意为止 看着千金不相信自己 于是便穿上了租的衣服 跟他来到了算命婆这边 经过他的一顿表演 果然不出所料 算命婆直接露出了本来面目 哭着喊着求原谅 就这样 在端武的一顿真诚的 猛如虎的操作下 富家千金小姐也原谅了他 而端武也成功地 跟他做了朋友 顺便还把自己珊瑚珠的生意 也做成了 正当端武表示 这是自己的第一笔订单的时候 哪知就在这时 一直不对付的崔大看到了这一幕 再看到端武比自己提前拿到订单 直接冲了上去抢了过来 表示端武是他们船上的利人 应该让他来签才行 千金小姐可不惯着 直接从他手里抢了过来 恶狠狠地告诉崔大 这是他跟端武签的合约 跟他崔大没有任何关系 见到这情况 崔大气得两眼都快瞪出来了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也让端武卷进了燕子金 跟崔氏珠宝的纷争当中 燕子金为了收购珍珠 让端武去找五姑娘 让他用着宝斩的名义 去收购当地的珍珠 但这一切也被张静然看穿 他知道燕子金这么做 就是要崔家彻底消失 若是无人争先 那就抽签了 女孩在抽签的时候 意外抽到了一支标记的红签 可他也看出来 这是旁边的胖子 在故意正对他 然而端武面对这样的结果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 去帮燕子金夺宝 因为他的水性 是在场所有人当中 最好的那个 燕子金在看到他说的话 也同意了端武的要求 如果他夺的宝物 不仅会多给他 一百万钱的奖励 还可以让他加入商队做买卖 随后给他拿来了 可以抵御伤害的衣服 口是心非地 说着不关心他的话 其实你现在 如果放弃血手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走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正当所有人 准备下海的时候 这时突然发现 他们改变了规则 把在水里的夺宝 变成了在岸上争夺 这着实让燕子金 跟端武两人措手不及 因为燕子金知道 端武一个女孩子 并没有任何功夫在身 面对那么多的标形大汉 只能任人鱼肉 但现在事情 已经没办法挽回 眼看着端武被人殴打 燕子金只能干瞪着 也不能插手 此时在场上的端武 看到现实的一炷香 时间快到 再看到不远处的宝物 于是他心生一技 直接利用悄悄版的功能 迅速地飞过去抢到了他 哪知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被一个男人 拉住了脚踝 直接将他重重地扔了下去 燕子金眼看不妙 赶紧上前将他接住 看着冲过来 还要刺杀端武的男人 他也不再客气 直接上去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他 但最后宝物 还是被崔家的人夺走 由于娇人夺宝燕子金惨遭失败 他也失去了 跟崔家竞争领男珠宝的采购权 端武这边还好 因为燕子金提前 给他穿上了金丝软甲护身 没有伤害到身体 看着受伤的端武 张静然很是心疼 他不明白端武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告诉端武 跟着燕子金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甚至还给端武 准备了金城的一个去处 让他去那边 可以学习手艺生活 对于端武来说 他参加这个娇人夺宝 不仅仅是为了替燕子金卖命 更多的是要拿回那颗血珠 因为只有血珠才能找到父亲 而现在不仅要找到他的父亲 也要跟着燕子金的商队 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也是张静然所不明白的地方 随后他找到了燕子金 对于今天没能成功夺宝的事情 燕子金给了他两个处罚 一个是跟着自己身边侍奉自己 但是这辈子就别想再拿回血珠 另一个就是罚他二十边 重新打回底仓 让他再一步一步往上爬 端武直接领了第二个处罚 但在惩罚之前 端武也有了自己的小九九 因为他看到燕子金的船上的宝物 一箱一箱地往岸上搬运 猜到他肯定遇到了自己要找的买家 毕竟这一次叫人夺宝 自己给他立下信誉 而且端武也猜到燕子金 在下一步大棋 想将珠宝卖给珠宝斋 自己刚好跟珠宝斋的冯武娘是姐妹 可以帮他完成这桩拆事 随后第二天便找到了冯武娘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去购买 广州其他商户的岭南珍珠 面对端武提出的要求 你告诉我 你是否已经缴入其中 的确是 冯武娘在确定端武 她已经被卷到了燕氏跟崔氏的斗争中 只能选择相信自己的好姐妹 答应了端武的要求 燕子金在听到冯武娘 已经答应了这笔买卖 随后直接带着端武 来到了一间秘书 里面摆满了西域的各种宝石 因为他不仅要买下 整个广州所有的岭南珍珠 而且他还打听到 过两天 还有一个外商也带来了珍珠 他为了彻底摧毁摧家 也要将那些一并买下 而这一切端武还被他蒙在鼓里 他只是让端武过两天 将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然而让端武没想到的事 还是发生了 端武和魏斯会准备一同前去 购买富商手中的珠宝 在路上的时候 魏斯会故意用身体不适为由 让端武自己一人 带着定金过去谈生意 就在他跟对方说好 要交定金的时候 在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 端武这才发现了异常 为了不让对方怀疑 这使他想起了 之前燕子金给他看到 那些镶嵌好的珠宝首饰 于是便故作镇定地 给货主提了一个 可以让他卖更高价格的建议 阴侍商队的珠差 琳琅满目 各色款式 有 三十种有余 货主听到后感觉很有意思 但现在签约肯定不行 至少要再看到 镶嵌的首饰后 再签约也不迟 就这样端武 在翠氏九郎的眼皮子低下 和货主达成了一致 然而当他回到船上后 发现自己的弟弟 被人打成了重伤 看着身上满目苍灵的弟弟 在听到时 翠大和庞从事搞的鬼 这一刻的端武 彻底下定了决定 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弟弟报仇 就在这时 船头的燕子金 也开始了下一步动作 直接将魏丝惠绑了起来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 还不知情况的端武 还想着阻拦 再听到燕子金说 他早就知道 魏丝惠被崔家收买 这一刻的他 也似乎明白了 燕子金要做的事情 让他一个奴仆 带着假的定金 去现场拍卖珍珠 就是为了吸引 翠氏九郎的注意 因为前一天晚上 给他看过西域的那些首饰 知道自己肯定会拿这个作诱饵 然后逼迫崔家 不惜散尽家财 来夺取货主手上的珍珠 到最后发现购买的珍珠 不仅被打了孔眼 没办法上攻击朝廷 而且还弄得崔家破产 其实端武没想到的是 还有燕子金 不仅要让崔家散尽家财 而且还想要了他家的命 因为燕子金 跟他崔家有血海深仇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果然不出燕子金所料 在还不知情的端武助攻下 崔石九郎成功上钩 他也带来了镶嵌好的珍珠 端武也知道 自己没办法跟他对比 最后也放弃了珠宝的争夺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再回到商船的时候 突然发现燕子金被人陷害被抓 就连船上的货物 也被一一查封带走 端武还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所有人走后 燕子金身边的康同龄 给端武拿出了血珠 告诉他 这是燕子金在临走前交代的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看着手中的血珠端武 越想越奇怪 随后他找到了赵掌士 因为船上的珠宝 被查抄带走 最后可能要进行管卖 于是便在庞从事面前故意说 燕子金的房间里还有钱 在听到端武说的话 庞从事当作没听到离开了 然后到了晚上跟着崔大两人 翘无声息地来到了燕子金的房间 经过两人的寻找后 看着手中的珠宝两人都乐开了花 哪知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这样两人也开始了狗咬狗 指责对方干的事情 端武也在这一刻 不仅替船员们报了仇 还给自己之前被暗算报了仇 也给打伤他弟弟报了仇 可不曾想这是张静然突然出现 不明所以地指责端武 站在一旁说着风凉话 听到端武比喻 现在绑在上面的人是他的话 此刻的张静然也明白了他的处境 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端武也在这一刻释放了所有 随后带着赵管氏 来到了燕子金的暗阁里 看着满目琳琅的珠宝 赵管氏看花了眼 现在有了钱 就能夺回他们被抢走的财物 可现在问题也来了 因为伤对的事情人尽皆知 端武猜到现在 能够收购手里的珠宝商 肯定会压价 也就在这时 端武想到了前两天燕子金 跟自己说的话 他觉得燕子金被抓 肯定不是巧合 猜到了这时燕子金做的一个局 就是为了毁掉崔家 果然不出他所料 在近拍的时候 由于规则改成了盲拍 只有崔家 一直叫到了2500万钱的高价 在他们打开箱子 看到里面货物的时候 端武也彻底地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里面只是一些破铜烂铁 并不是燕子金之前 重金购买的岭南珍珠 崔家掌事人 在见到这情况 直接晕死了过去 也就在这时燕子金 也走了进来 并且戴上了 已经被他杀害的魏斯惠 原来这一切都是 燕子金布下的一个局 包括那个有珠宝的货主 也是燕子金的朋友 因为他的计谋张静然 也在他的算计之内 离开时 还让他要注意安全 毕竟他身上 有崔家客扣上 供珍珠的账目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崔家 也开始命人 要对张静然动手 经过这件事 端武也得到了 燕子金的重用 让他成功地 从底仓的奴隶 变成了商队里的人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张静然跟端武 在集市上遇到 正当两人闲逛的时候 突然冲出来一群匪徒 直接把端武敲晕绑走 好不容易 在张静然的追踪下 将端武救了下来 在看到绑自己的人 竟然是杀害自己阿娘凶手的时候 这一刻的端武 彻底爆发了 拿起身边的棍子 一棍又一棍 死死的不抵 顾一切地往男人身上招呼 最后还是力不从心 被男人逃走 看着逃走的男人 此刻的端武心灰意冷 为什么自己没能杀了他 等端武缓和过来后 张静然也拿出了一张羊皮纸 告诉他自己 在查崔家账目的时候 在他阿娘的房间里 发现了这个 燕子金成功利用自己的计策 将之前杀他 燕家满门的崔氏赶尽杀绝 彻底没有了翻身的能力 可一直配合燕子金的张静然 他也没明白 为什么要将崔氏赶尽杀绝 再听到燕子金告诉他 是不共戴天之仇 似乎猜到了什么 但又没怎么明白具体为了什么 这时燕子金也给了他一个提示 就是在扬州燕氏满门抄斩之前 崔氏找过一个信悦的 答应他们每年会给他们十两珍珠 此刻的张静然也明白 贡珠里面还有其他事情与此 同时在传仓里面的端武 再看到今天张静然给自己的那张羊皮 上面看到了一个教育师的名字 端武他猜到这个羊皮 竟然是在阿娘房间里发现的 这个人应该很有可能是自己的父亲 看着羊皮上面的设计图案 端武还是没想明白 阿娘为什么会有燕氏的设计图纸 于是第二天便找到了燕子金 向他询问知不知道一个叫御师的人 再听到这个名字 燕子金突然愣了一下 因为这个御师正是他们家 以前最好的珠宝设计工匠 但已经在当年被摧尸的人杀害了 为了不让端武知道 于是便告诉他自己并不认识 为了不让端武继续纠缠询问 告诉他之后回河西 端武在听到河西离西域很近以来的精神 因为当时阿娘就是告诉他 让他去西域找他的父亲 为了不让燕子金发现自己去的目的 只有谎称自己喜欢那边所以要去看看 随后也拿出了那个羊皮书 让他告诉自己上面的文字 看着靠得如此近的端武 燕子金还是有些慌张了 便借着风大赶紧离开这里 这天端武在船头看到有人在比武 在小虾米口中得知营的人 可以有桌上的肉吃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于是他也跃跃欲试地上面去比武 在挑选兵器的时候 却挑选了一个短剑 这着实把所有人看待了 眼看自己落了下风 随后也让对方换了一个短剑 两人就这么对打了起来 看着端武的身手 康统领看出燕子金的护短 看着对方要过来 这时端武灵机一动 拿起身边的东西砸了过去 随后赶紧冲上去 直接将对方按倒在地 就这样端武取得了胜利 这把伙伴们开心得不行 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赏赐 再看到大家开心的份上 燕子金让康统领 给端武送来了一个 衬手的短剑 让他每天跟着自己练习 能够保护自身的武功 这天他找到了燕子金 因为他一直没弄明白 那个羊皮上面的文字 算了 反正你也不会 来 你过来 拿我看看 在端武激将法之下 成功地让他教自己认字 可却发现燕子金胡说八道 骗我 回来 为了让端武知道自己认识 还拿出了跟他图纸上面 一模一样的首饰 他也在这时知道了 御师的真正身份 是 这御师呢 是扬州燕市的首席工匠 另一边在康统领的调查下 终于找到了那个 相似燕子金妹妹的人 而他现在却在越市 可当他赶到越家的时候 却听见妹妹正在 被他的养父招亲 等他来到房间里 看到女人身上佩戴的玉佩 想起了小时候 自己给妹妹的一模一样 见到这情况 燕子金一刻也不敢耽搁 为了不让妹妹 就这么再次被卖 燕子金直接报价五万两 不惜一切代价要带回妹妹 这举动着实把端武整容圈了 他不知道燕子金 为何要这么做 难不成就是欣赏 对方雕刻的手艺 还是对他只是一见钟情 就要花费如此大的金钱 不管端武如何劝说 燕子金依旧不管不顾 当康统领听到燕子金说的话 一直沉着冷静的 康统领也看不下去了 没过多久 端武带着准备好的聘礼来到了岳家 刚开始岳家掌柜不以为然 以为只是带来一点点小钱来打发一下 哪知在看到聘礼的时候 岳家族长瞬间两眼放光 也不顾燕子金是不是有疾病 还是娶了三妻四妾了 随后端武来到了十七娘的房间 刚好看到他正在用羊乳炮手 也就在这时 突然在一个玉器当中发现了飞天象 跟自己阿娘留给他的那个羊皮上一模一样 这是十七娘告诉他 这只是房品 而真正的那个现在就在他阿爹的手上 再听到这话 端武瞬间觉得不对劲 这岳家跟燕子金 还有他阿娘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就在这时 十七娘正在刻鱼的手突然不听使欢 再看到他炮手的那个羊乳盆 端武似乎发现了异常 于是便假装放下送来的东西 随后将十七娘炮手的羊乳端走 在临走前还顺走了他房间里的一个木桶 在经过实验后 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那个羊乳里被下了药 只要毁了十七娘的手 日后他之前所有的作品都会有更高的价值 后面的事情他也不敢再想 随后来到了燕子金的房间 因为他还有一件事想知道真相 便和燕子金做了一个条件 崔氏跟燕氏究竟是什么关系 还有他们跟自己的阿娘有什么关系 现在对于燕子金而言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妹妹安危重要 威胁端武赶紧将找到的证据交出来 再听到端武不愿意交出 燕子金直接对他动起了手 听到这话的燕子金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张静然也来到了岳家 是因为之前燕子金跟他说过 崔家向他岳家每年送十两珠子 这才过来调查 圣上早已派人到何谱调查 不知岳族长是否牵连其中 这也让岳家族长吓破了胆 就在他出门的时候 这时端武也走了过来 两人也在这一刻碰上了面 在张静然口中端武也知道了真相 原来燕子金就是扬州燕家的人 而他这段时间做的事情 就是替他家人复仇 想起了崔管家临死前说的话 还有这段时间 他非要娶世妻娘的场景 这一刻端武也终于想明白了 这天端武正学习泡茶 跟着燕子金的提示 随后拿起茶叶倒进茶壶里 就在他要倒进杯子的时候 依非不饮 气质 端武也没有怀疑 便再次跟着他的提示 将茶壶里的水倒了出来 慌张地差点把开水碰到身上 燕子金也吓了一跳 看着没啥事 只见端武刚好将第二遍倒出来的时候 燕子金这时告诉他第二遍也不用 端武这小暴脾气依旧没有发作 继续跟着燕子金的提示 开始用第二遍的开水清洗起茶具 见燕子金不再说话 于是倒出了第三遍茶水 等等 茶具饮用二废之水清洗 听到这话的端武彻底蒙圈了 燕子金一脸认真地说道 这漫漫长路 反正也没别的事 在听到端武说 他要学习的是经商的时候 燕子金让他先学习好泡茶 往后再慢慢学习经商的事情 听到这话的端武 心里的小宇宙彻底爆发了 只见端武倒出了第一杯 见到自己刚喝完 端武又倒来了一杯 只能干瞪眼的一杯接着一杯的 将整整一壶茶都给喝了 随后也开始跟燕子金 学习起认识西域珠宝 哪知就在燕子金 介绍到祖母绿的时候 端武拿着珠宝 对比了一下一旁的燕子金 表示这个祖母绿跟他很像 听到端武说这话 燕子金瞬间笑成了大家闺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边还没消化掉 刚刚端武对他的夸赞 这时听到端武说 月光石跟蟑螂军很像 这脸色瞬间变成了吃醋的样子 这时端武表示 这两个颜色相近的珠子 放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月龙沙的感觉 在听到这话 燕子金瞬间醋意大发 直接拿起了象征 自己的祖母绿放了上去 为什么不能祖母绿和珍珠搭配呢 自然更好了 看着一脸纯真的端武 这可把燕子金 给开心得不要不要的 也就在这时 由于刚刚茶水喝得太多 燕子金肚子也在这时快憋不住了 便让端武赶紧将马车停下来 今晚就在这安营扎寨 端武看了看一旁的燕子金 一出直接把燕子金整得很是无语 真是遇到了对手了 正当所有人正在收拾做饭的时候 这时却遇到了张静然 眼看着端武跟他聊得甚是开心 燕子金也坐不住了赶紧走了过来 燕子金在看到端武练习射箭的时候 直接当着他的面 故意跟端武凑得很近 这直接把端武整得很是无语 对于端武来说 既然已经喜欢上了 那肯定不能认输 于是趁着端武独自一个打水的时候 来到了他的身边 给端武讲了一个 关于娇人跟渔夫的故事 其实说的就是他跟端武两人的故事 但端武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回答不管那个渔夫有没有解药 跟娇人在一起 首先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人 很快端武回到了营帐这边 跟着伙伴们一起享受晚餐 也就在这时 康同领听见不远处有人跟踪他们 谁 出来 哪知在等躲在后面的人出来后 发现竟然是被端武赶走的曹大 一脸落魄地哭泣着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们 离开商队这段时间 曹大也吃尽了苦头 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做那些事情 希望燕子竟能够不计前嫌重新将自己留下 是否能留起来 你决定 狼主 我 看着哭得离花带雨的曹大 燕子竟决定让端武来决定 此话一出还没等端武反应过来 曹大瞬间直接跪在了地上 请求端武的原谅 再得到曹大说愿意从底层干起 随后直接让小虾米拿来了鸡腿 这也算原谅了他 这可把曹大给高兴坏了 看着端武原谅了曹大 燕子竟随后也调侃了两句 毕竟物尽其用 反正现在商队缺人 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张静然看到端武烤的鸡爪糊了 赶紧提醒他一下 哪知这时喜庆的事情发生了 是我的 见到这情况 坐在火堆旁的其他几人看待了 端武也在这时反应过来 赶紧连忙地说道 其实我这个鸡爪是 给曹大吃 终究还是曹大抗下了所有 端武只能接下他们两人的东西 随后尴尬地跟小虾米坐在了一起 哪知这时燕子竟突然说话了 听说张郎君今天去打水去了 不过好像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此话一出 这瞬间空气中充满了杀气 好在这时 曹大提出了给他们跳个舞柱助兴 就这样场面瞬间活跃了起来 燕子竟在一旁拉着二胡 其他所有伙伴们一起围在篝火旁 开心地跳起了舞蹈 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下一站武林城 燕子竟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八方楼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八方楼已经被崔石酒廊控制 燕子竟喝下的那杯酒也是毒酒 回到房间后的他 看着手中中毒吐出来的毒血 一旁的康统领一眼便看出来 这是丽蓉道的毒 燕子竟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八方楼里肯定有他没想到的人存在 猜测崔八公很有可能跟丽蓉道有勾结 为了找到幕后的人 于是便让康统领故意将他们珠宝藏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端武找了过来 但由于燕子竟伤势比较严重不想他担心 康统领直接将他堵在了门外 其实端武也看出来 这个八方楼里不太安全 还没等端武继续询问 这时八方楼的侍卫过来传话 要购买燕子竟手中所有的宝贝 房间里的燕子竟为了不被对方看出自己受伤 强装镇定地表示他的那些货自己算错了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地卖给崔八公 这才打发走了这几个人 也就在这时 正当端武思考的时候 这时曹大突然走了进来 告诉他商队进了贼 他们带来的珠宝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摧尸九郎 也得知了燕子竟的商队丢了珠宝 但在八方楼里压根没有其他人 这也让他怀疑起这丢失珠宝 是燕子竟故意为之 于是便令手下包围整个八方楼 此时在另一边 端武来到了燕子竟的房间 看着身体不适的他 于是便不等其他人汇报 直接将所有人赶走 自己留下来照顾燕子竟 再看到端武刻意留下 燕子竟也猜到端武肯定看出了端倪 随后也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 那批珠宝是他让康同领故意藏起来的 就是要尽快找到崔八公后面的那个人 这时的端武在他的提示下 也想到了一个人 而那个人正是崔石九郎 为了安全起见 燕子竟告诉了他康同领的去处 随后便让他带着身边的所有人 去找康同领会合 自己留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了 因为燕子竟知道 他们没有得到珍珠的情况下 那些人不会杀自己 就这样端武带着所有人 很快找到了康同领会合 就在张静然想着拉着他一起离开 直接遭到了端武的拒绝 因为他此时担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在房间里还没有逃出来的燕子竟 看着再次回来的端武 燕子竟很是生气 此时的端武也不管那么多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丢下他 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端武 燕子竟也跟他说出了 藏在自己心里的秘密 自己小时候被利荣道的人抓走 被关在跟狗住在一个屋里 每天为了生存下去 不仅要遭受到利荣道的人殴打 还要每天跟狗抢吃的 眼里也是满眼的心疼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另一边的崔八公并没有昏迷 而是假装被崔石九郎迷倒 崔石九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他 此时也才反应过来 随后一阵烟过后 端武跟康同领他们都被逮到了矿洞地下 为了救出燕子竟 端武跟康同领两人不顾一切的奋力反抗 好不容易将他们救了出来 看着受伤的燕子竟 端武也在这一刻也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不管以后多么凶险 自己会一直守在燕子竟的身边 而燕子竟也在这一场斗争中 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就在两人你浓我浓的时候 康同领突然出现了 燕子竟被康同领撞见 两人这一幕简直都要尴尬得不行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端武在前面走着 燕子竟跟康同领跟在后面 见到这两人一前一后 康同领都看不下去了 让燕子竟主动一点追上去 再听到燕子竟说端武害羞 差点没把康同领气炸了 这时他们来到了卖花树的地方 端武故意在燕子竟能看到的地方晃荡 燕子竟这边也时不时地偷偷地瞄上一眼 康同领是看破不说破 哪知就在这时 小虾米发现了不对劲 看见小虾米可能要猜到什么 端武赶紧岔开话题 虾米啊 是这样的 他是不是想要杀你啊 哪知小虾米突然说道 最近又做了什么 他那眼神看着想杀了我们 燕子竟也看着没地方躲 拿起康同领的衣服尴尬地整理起来 魏思慧也看出了端倪 为了让端武跟燕子竟更亲近一些 于是便直接摘下了一旁的花朵 拙劣地掩饰着自己给端武带不上 燕子竟刚想上去 小虾米以为他又要欺负自己的姐姐 直接拦在他面前 好在这时一旁的魏思慧将他拉走 随后拿过魏思慧手中的花给端武带在了头上 两人也不顾旁边还有其他人 就这么爱慕地看着对方 两人瞬间感觉到了尴尬 端武赶紧找了借口离开 看着离开的端武 康同领意犹未尽地说道 不错呀 挺会的嘛 很快他们来到了吃饭的地方 正当所有人开心地喝着酒的时候 端武看着负责酒店忙碌的老板娘很是羡慕 一个女人经营这么大一个酒楼 燕子竟表示他端武也可以 端武见他说这话 表示自己只是想当一个卖货郎 做个掌柜还是不行 哪知就在这时 燕子竟表示他端武以后做掌柜的 自己负责每天在家躺着 听到这话把端武给气糊涂了 就这么两人 你一言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见到大家发现了他们两人的事情 这时燕子竟也不再瞒着了 直接牵起端武的手告诉了所有人 时间过得很快 他们也开始重新上路 燕子竟带着他们走在沙漠里 因为他们要去找丽荣道报仇 经过漫长的几天风吹日晒后 他们也来到了一个叫狼环雾的地方 这里是西域和大唐的交界处 自然因为贸易的往来 也成为了所有客商的中转站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视频 这些都是端武没见过的 也让他看花了眼 燕子竟只能在一旁不断地给他介绍着 这时来到了大门口 里面出来了一个男人 而他正是这个城堡的主人 不仅是燕子竟曾经的一个兄弟 而他也是端武父亲的徒弟 在看到端武的那一刻 他似乎感觉很眼熟 这时他也在燕子竟口中得知 眼前的端武是自己的师父的女儿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脸色瞬间变了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将他们带到了师父曾经工作的房间 在这里端武也看到了 未曾谋面的父亲的遗物 也听到了自己父亲生前的事迹 你阿姨和商队遭李龙道截杀 生死大漠 你阿娘也不知所踪 这一刻的端武心里 还是有些愧疚 看着燕子竟他们难得过来一趟 本想着挽留他们多住一些时间 可不曾想这时再听到燕子竟说 他们要去康国 在看到端武确认的眼神后 他有些慌了 因为那里是利荣道劫匪的住所 你可是近年有多少商队 有趣无回 但面对他的劝说 燕子竟最终还是挽留了他的好意 因为他们已经决定好了这一切 这一次去不仅仅是为了复仇 更是为了以后 他们所有商队的安全考虑 正当端武看着父亲留下的遗物 这时突然曹大跟小虾米跑了进来 端武一脸现场吃瓜的样子 看着曹大说 要是还不上就以身相许吧 看着跑过来撒娇的曹大 端武一本正经地告诉魏思慧 让他一切按照商队的规矩来办 在见到魏思慧跟自己要钱的时候 这直接把曹大整懵了 也就在他们打闹的时候 这时燕子竟走了进来 这才阻止了他们的闹剧 面对燕子竟跟端武两人的腻歪 所有人都很识趣地拿着东西离开了 看着眼前的燕子竟 端武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因为此行凶险万分 他想让小虾米跟曹大留在这里 等解决事情后再回来接他们 这也跟燕子竟想到了一起 但他也想让端武留在这里 但这也遭到了端武拒绝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肯定是凶险 自己要跟他并肩而行 看着坚决的端武 燕子竟也不再劝说 他也知道端武的心意 再听到没反对自己 端武也吻向了燕子竟 这一刻两人的心中纠在了一起 然而让燕子竟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要出发的时候 他来到了端武房间 却发现端武不见了踪命 而此时的端武已经被人绑走 因为他们要得到端武身上的血珠 那是关于宝藏的地图所在 燕子竟也在这时收到了一封信件 为了营救端武 不惜让康统领故意放出消息 告诉丽荣道的人血珠在他的身上 他说出血珠藏匿的地点 眼看着自己被绑 端武告诉他们血珠被他藏在了紫金湖 两人见知道这消息便转身离开 可他们却不知道端武告诉他们的紫金湖 正是前两天跟燕子竟去看星星的地方 而燕子竟也猜到了这一点 果然不出他所料 燕子竟也来到了紫金湖 见到了绑架端武的绑匪 可由于这是端武告诉他们的假消息 寻找无果后 只能再次返回质问端武那个血珠 被藏在了哪里 也就在这时康统领带人一路赶到了这里 随后跟绑匪打了起来 其中一个绑匪眼见不妙 便想着解决掉端武 就在这关键时候 燕子竟及时地出现挡住了 要向端武的大刀 见到端武被绑的燕子竟 此刻的他也不再心软直接冲了过去 对着他们一顿暴力输出 而这不仅仅是为了端武 也更是为了自己小时候被虐待的他复仇 在最后一刻直接一刀解决了绑匪 很快他们回到了住所 将端武安顿好 燕子竟看着昏迷的他很是自责 不断地对着他道歉 也就在这时 康统领突然来报告诉燕子竟 治疗他体内毒素的巫医被人杀害 再看到桌上利荣道的镖 此刻的燕子竟彻底崩溃了 因为他体内的毒素 只有这一个巫师能帮他彻底解毒 现在唯一能活下去的希望也破灭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 现在却让他不得善终 一想到这里燕子竟再也无法控制住情绪 想起了之前跟端武的相遇的场景 这一幕幕都在他脑海里不断地浮现 为了不让端武继续跟着自己 随后故意在他的水里下了要将他迷运 因为这一次他真的可能有去无回 可让燕子竟没想到的是 这边自己刚出发就遭到了利荣道劫匪的埋伏 随后他们很快地打在了一起 然而让燕子竟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时突然发现自己商队的人 跟自己的人殴打在了一起 为了查看究竟直接一跃而起 将其中两人死死地用木板按在身 在打开面罩的那一刻 这才看清楚他们是利荣道的人 赶紧告诉身边的康统领 商队被利荣道的人混了进来 就这样燕子竟为了找到真正商队的人 也不敢对所有人下死手 哪知就在这时 曹大跟小虾米几人也走了出来 在看到所有人都在厮杀的时候 曹大让魏思辉带着小虾米赶紧躲起来 虽然曹大绑大妖元 但由于不会武功 被利荣道的人一刀刺向了身体 曹大也在这一刻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此时躲在一旁的小虾米看着曹大被杀 也崩溃地大喊了起来 不管魏思辉如何阻止 最后还是被人发现 魏思辉为了让小虾米赶紧逃离他 也在最后一刻也被利荣道的绑匪杀害 也就在这时 吃了迷药的端武也醒了过来 看着外面厮杀的场面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哪知下一秒 却看到小虾米被剑射死在自己的面前 端武看着躺在自己身上的小虾米 此时他崩溃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这时燕子竟发现有人拿着弓箭对准端武 见到自己呼喊无法阻止 只能拿出了身旁的弓箭 本想射掉刺向端武的那根箭 可不曾想去阴差阳错地射到了端武 当统领见燕子竟受伤 顾不得其他人 直接抓着他赶紧逃离这里 而端武跟小虾米还有所有人 被这一场掩埋在了废墟里 火势很快将小城焚烧殆尽 端武也没有死 看着被埋的小虾米还有自己的好友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燕子竟这是做了什么 为什么要射杀自己 他要找到燕子竟 问清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此时在另一边的燕子竟 因为受伤严重被康统领及时救出 这才保下一条性命 然而刚醒来却要着急要去找端武 康统领眼看无法劝阻 只能答应他现在自己去找 等到晚上康统领回来的时候 直到端武被牧民所救 由于他中途遇到了利荣道劫匪 所以没能把他带回来 燕子竟刚想让康统领再去一次 但此时的他想到治疗自己体内毒素的乌衣已死 为了不耽误端武最终 还是放弃带回身边的要求 他只想在最后所剩的时间里 尽快地为家人报仇 小虾米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复仇而死 现在不能再拖端武进来 康统领还想劝说 一下也被燕子竟拒绝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端武 再给好友们处理好尸体后 也踏上了寻找燕子竟的路途 经过了漫天黄沙的沙漠 又走到了漫天雪花的冬天 经过几天几夜的赶路 终于找到了一户破旧的店铺 可不曾想在这里 却遇到了出来寻找他的十七娘 然而也就在这时 张静然得知端武他们被偷袭不知所踪 经过一路寻找也来到了这个破旧的店铺 可不曾想张静然还是来晚了一步 端武已经带着十七娘离开了这里 在看到被绑的人腿上扎的箭头 他一下子看出来了这是端武所用 拼了命在屋外呼喊着 随从猜到端武肯定去了穗州城里 让张静然明天去城里寻找看看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端武看着醒来的十七娘 想着让他拿着钱离开不要再跟着自己 十七娘也在这时知道了 小虾蜜跟曹大被害的事情 不管端武如何劝说 十七娘坚决地要跟着端武一起 端武眼看十七娘这样最终 还是让他跟着自己 两人在路上也算有个照应 正当他们在购买食物的时候 这时张静然也来到了城里 然而他们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让他们相识 却让他们成为路人 彼此都没有发现对方 另一边 回到扬州的燕子竟在手下人口中知晓 崔家的组长为了保住崔家地位 现在已经将所有的家产 都变卖抵押给了他们 而那个郑家也在想办法 掠夺崔家在扬州的珠宝 第一把交易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消息 就是之前在广州的那个徐特使 现在已经是扬州的特使 随后燕子竟来到了崔家 将他手里抵押给自己的房产地契 扔给了他 还告诉了崔静初 自己就是之前被他们害得 家破人亡的燕家的后人 再听到是燕氏后人 此时的崔静初 也知道自己作恶多端 在燕子竟离开后 不久选择了上吊自己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端午也跟云娘来到了扬州 这时看到了装扮成乞丐的十九娘 正要上前送别自己的父亲 被人突然从背后绑走 就在对方欺负十九娘的时候 这时端午及时地从背后出现 将欺负十九娘的人打跑 这才成功地救下了他 对于端午的伸出的援手 十九娘很是不解 端午这时也告诉他 因为在矿洞的时候 他救过奴隶门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就在端午跟云秀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人正是之前在商船上的管家 端午在这时意识到 燕子精肯定是住在这里 端午在门口守着 终于等到了燕子精 面对端午的质问 燕子精为了不连累端午 最终选择了绝情恶毒的话 让他离开扬州 可此时的端午还不知道 以为燕子精故意要杀自己 他决定要留下来 证明自己没有他过得也很好 一直假扮男装的女人崔石九 为了报仇 他重新换成了女装 来到了一直爱慕自己男人的房间 郑之恒 再见到换成女装的崔石九 整个人都震惊了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崔石九一个转身 随手将房门关上 然后倾向了郑之恒 看着眼前从小玩到大的崔石九 郑之恒满脸的不可思议 见到他现在换成女装 对自己投怀送抱 此时的郑之恒也控制不住 紧紧地抱着崔石九热吻了起来 可此时的郑之恒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崔石九 要利用他为父报仇的计谋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燕子精 也要开始对郑家动手 但他发现整个扬州的所有珠宝行 现在都被郑家控制 要想找到对付的突破口 还要从每年举办的穷花会入手 再听到康统领说 现在整个扬州有名的歌姬背后 都有靠山的时候 燕子精也明白那些人 只是为了利益而已 而此时的端午 也正在故意接近郑家 因为他知道想在扬州立足 必须要找到一个 能够让他珠宝一炮而红的机会 在经过端午的精心设计的计谋下 他也成功地混在了郑家的队伍里 随后带着自己制作的首饰 找到了白娇叔 并且化名成苏木哲 看着他感兴趣 于是便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美甲 告诉白娇叔戴上这个 再去弹琵琶的时候 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弹奏技巧 也能让整个人的气质 得到制约的提升 白娇叔看着端午精心准备的护甲 确实深得喜欢 哪知就在端午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 这时燕子精突然出现在身后 面对燕子精的突然到访 在看到他带来的手上 白娇叔也明白端午 这种没背景的人自然信不过 最后还是选择了燕子精那边 端午最后也只能信信地离开了 看着离开的端午 此刻的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忍 但又不能不这么做 因为他不想让端午再掺和进来 然而对于不服输的端午 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在刚才聊天的时候 这时端午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他正在桥头上 似乎想要跳河 但又没有跳的意思 见到这情况 端午直接走了过去 坐在了一旁的桥栏上 看着眼前的端午 环廊似乎看出了一些端泥 随后便跟着端午两人坐在了船上 两人也在这一刻吐露了心扉 其实端午也看出来了 他并不想去参加穷花会 也不想赢得花魁的名誉 便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开的店铺 以后就不用选择靠男人来维持生活 再听到这话的环廊 也明白了端午的用意 可让端午没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 正在河边的他突然发现 燕子精正在跟那个白胶书搂抱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的他 也彻底下了狠心要立足于扬州 次日 端午跟恒先生正在设计 参加花魁佩戴饰品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孩递过来了一封信 那个上面是跟桓先生相好的人 写来的分手信 看着桓先生痛苦不已 说着要退出穷花会的话 此时的端午也只能抱着他说着安慰的话 因为他们要参加竞选的穷花会 不仅要有足够的钱去置办华丽的行装 也要有深厚的背景才行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成了空谈 也就在这时端午想到了一个人 而他正是正家无子郑之恒 在看到端午的那一刻 郑之恒并又放在眼里 不仅故意用马吓唬端午 甚至在听到端午有求于自己的时候 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他跪在地上求自己 端午为了找到丰厚的资金 只能跪在地上恳请郑之恒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郑之恒 为了戏弄他而做的举动 为了能够筹集到资金 端午被水烫到也不知一声 还笑着说感谢的话 也正是因为端午的不卑不亢 郑之恒决定先帮他一次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一度的穷花会也开始了 由于白娇叔之前看到过端午 给他送来的护甲 于是便找人做了一个仿造的饰品 因为产品相对劣质 在白娇叔弹奏的时候用了过猛 直接折断了甚至还伤了手 燕子精也看出来了 这一切都是白娇叔 自己做的劣质产品 看着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人 直接找到了端午 指责他是在故意陷害自己 看着白娇叔咄咄逼人 端午也没好脸色 直接一巴掌扇了回去 因为他剽窃在先 现在却将所有的责任推给自己 他端午自然不会咽下这口气 随后也来到了桓先生的展示 在端午的精心设计下 成功地夺得了花魁 但他并没有太高兴 告诉在场的所有众人 自己将从今天以后就此退役 端午也在这一刻 开启了他的一生传奇 但这一切都被燕子精看在眼里 随后在回去的路上找到了端午 希望他能够远离扬州 然而对于现在的他 不仅要证明自己离开燕子精能活得好 还要证明自己一定不会离开扬州 看着说着绝情话的端午 燕子精也不敢再多停留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一旦心软 就会害得端午跟自己受罪 而此时的端午也是如此 看着曾经深爱的人现在这样 心里也很是难过 终究到头来成为了对手 随后郑志恒找到了他 想让他卖身于自己 看着眼前的卖身器 端午毫不犹豫地拿起笔 直接将上面的卖身器通通化掉 随后不卑不亢地说道 现在的明镜台并不是以前求着他入股 而是他郑志恒缺少一个 打理他的私产的地方 在端午的说辞下 郑志恒本想反对 在听到端午说 他只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他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只能答应了端午的要求 而端午对于燕子精的报复 也在这一刻开始了 因为端午的明镜台 竟然开在了燕子精店铺的对面 看着生意异常的火爆 这直接把康同领气得够呛 还没等康同领离开 直接被燕子精叫住 燕子精表示 这买十文钱首饰的人 永远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客人 此话一出 康同领瞬间佩服的五体投地直呼他大气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重新换回女装的崔十九 这天也来到了明镜台找到了端午 看着明镜台的店铺 这也让崔十九很是感慨 这才短短的一年时间 自己已经落魄 而他端午却开了这么大的店铺 随后表示跟他端午现在的目标一致 就是要整垮燕子精 然而这句话一出 直接被端午对了回去 可让端午没想到的是 此时在店铺那边 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汉走到了店里 是要将他们的店铺砸坏 云秀见状直接拿着簪子威胁对方 如果要砸电就从他尸体上踩过去 面对云秀的逼迫 男人赶紧受了凶狠的面孔 表示自己是来做做样子的 只要让他随便砸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就行 让云秀把贵重的东西收拾一下 找点便宜不值钱的给他砸一砸就行 听到这话 云秀考虑了一下 直接拿了一个收拾盒子递过去 男人这瞬间有点懵了 给他砸了 造出的声响 我呢要好交差 您呢也没什么损失 等到端午回来的时候 发现屋里早已被砸得面目全非 正当他心疼的时候 这时云秀赶紧告诉端午 这些都是摆在地上做样子的 并没有真的砸坏 端午听到这话这才缓和了一些 由于端午的明镜台出现 打破了扬州所有珠宝商的脸 为了逼走端午 他们联手抵制给端午断货原材料 面对现在窘迫 端午也没了办法 只能选择去外地看看能不能购买原料 决定将一直跟在身边樱桃留下家里 以防万一再有人来砸店 果然不出端午所料 就在第二天端午还没有离开 这时昨天那个大汉再次冲了进来 大吼着要再次砸店 云秀这边还没说话 只见樱桃这时拿着扫把追了出来 一旁的端午瞬间化作了一个吃瓜群众的脸 就连云秀也吃起了瓜 这时云秀告诉端午 这是昨天那个天下第一高手又来砸店了 端午在看到男人的那矫健的身材后 一脸茫然地说了一句 就是你砸到我的店啊 幸会 幸会 几日后 端午回到商铺后 在丫鬟口中得知云秀去购买饰品 一直没有回来 他顿时感觉到不妙 赶紧跟着丫鬟给的地址 来到了云秀所到的住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进门不仅发现云秀昏迷倒在了地上 甚至还发现了自己合作伙伴环先生死在旁边 然而还没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 也就在这时 张静然带着人找到了这里 一旁的伙计见状赶紧拉着端午离开 为了不被发现 端午只能带着昏迷的云秀赶紧逃离 而此时在外面的燕子精担心端午的安危 也偷偷地跟了过来 在看到有人抬出来的那一刻 燕子精还是有些心慌了 不过在远处看到并不是端午才放下心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家四郎所为 因为他们勾结西域的利荣道劫匪 在扬州帮忙消账 这次以防万一被抓 郑四郎为了拉个垫背 不得不陷害他的武帝郑之衡 你敢在列祖列宗面前启示吗 列祖列宗在上 郑家五郎 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被张静然看在眼里 此时在另一边的端午看着昏迷的云秀 他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在这时 想起了在桓先生头上戴的那个发簪 他知道桓先生从来不戴这种款式的金钗 扭动的时候发现能打开 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地图 他瞬间明白 这肯定是桓先生在死之前给自己的提示 还没等他缓过来 这时燕子精突然冲了进来 他要帮端午询问一下 白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云秀也清醒了过来 在云秀口中得知 他去河边购买首饰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桓先生呼救的声音 然后就被人打晕了 燕子精瞬间明白 他们去购买的 就是利荣道抢来的赃物 本想让端午跟着自己赶紧离开这里 可此时正在气头上的端午说什么都不肯 指责燕子精自己朋友就这么死了 他还在想着去报仇的事情 状告明镜台掌柜苏木哲 谋害歌姬还狼 然而让端午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在另一边的白交书 因为之前端午害了他没能夺得花魁 现在知道端午的事情后 也开始落井下石 直接来到了衙门报关 说是端午杀害了桓先生 此时的张静然还不知道 他们所说的苏木哲就是端午 在来到明镜台的时候 看到云秀的那一瞬间 他顿时愣住了 张静然也在云秀口中得知 原来苏木哲正是端午 不过幸好端午及时跟燕子精 来到了珍宝阁 这才没被他们缉拿带走 看着对面正在追查的张静然 燕子精表示自己一定会帮他找到凶手 然而此时的端午却以为 这一切都是燕子精所为 要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牵涉其中 桓先生也不会死 面对端午的指责 燕子精也没了办法 看着燕子精无话可说 他也知道这一切都要靠自己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端午趁着夜黑找到了郑之恒 告诉他陷害自己的人就是他的四哥 而且现在帮自己洗脱嫌疑 就是等于帮助他自己 再听到这话 郑之恒也没有犹豫 第二天便假装告诉他四哥 桓先生正在拍卖他生前留下的东西 郑四郎一听这话瞬间感觉到不妙 因为那里面有自己跟桓先生的一些情书 赶紧来到了拍卖现场 为了阻止继续拍卖 赶紧假装心疼的样子 还故意划伤了自己的手来发誓打赌 这才将围观群众打发离开 正当他庆幸以为解决的时候 这时端午突然出现他面前 面对眼前的薄情郎 端午也没有客气 很快在他的话里套出了实情 只能承认了自己杀人 还有跟丽荣道嚣张的事情 而他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端午设下的计谋 张静然也带人走了进来 可让端午跟张静然没想到的是 把人犯苏木哲 一并带走 徐长使去要故意带走端午 这瞬间把张静然搞得有点猛了 张静然急匆匆地赶到大牢 表示自己会竭尽全力救他出去 但现在只有郑四郎一个人的口供 不足以将他定罪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燕子精为了救出端午 他搬来了陷害端午的白娇叔弟弟 让白娇叔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可真是听不明白了 听不明白 刚开始白娇叔还嘴硬 然而这些对于燕子精来说 逼供一个人的方法 他手段多的是 在燕子精的要挟下 白娇叔也承认了那些证据 是郑家四郎给他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关于被害案 张静然也开始了审理 首先是对于郑之恒 留在案发现场的审理 由于有崔石九作证 排除了他的嫌疑 其次来到了端午这边 因为有人看到他 当时就在案发现场附近 面对这样的质疑 端午表示自己去那边 是因为听到云秀去购买饰品 一直迟迟未归 所以带着侍卫一起去寻他 自己到小院的时候 云秀早就晕了过去 而恒先生也早就没了气息 哪知刚把话说完 坐在上面的徐特使坐不住了 为了尽快把郑家的人救出 直接污蔑就是端午他们 杀害了恒先生 也就在这时 刚刚被燕子精威胁的白娇叔 及时地来到了大堂上 把郑四郎 只是自己栽赃陷害端午的事情 一五十地说了出来 面对白娇叔的突然反水 郑四郎也明白自己已经没救 只能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然而对于利荣道的那些饰品 郑四郎却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了崔家 崔十九本想上前理论 却被一旁的郑之恒拦了下来 郑之恒也如愿以偿地 成为了郑家的管事人 得到了他父亲的重用 端午这边也成功地翻案 被放了出来 看着摆放在上面的 所有好友的灵位 此刻的端午心如刀割 没想到自己一路走来 身边的好友亲人 都一个个离开自己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端午找到了燕子精 询问他是怎么让白娇叔翻供 也在这时 端午也知晓燕子精 为了救自己 不惜绑架他人来威胁别人 虽然现在洗清了嫌疑 但他也知道 这一次郑家并没有就此倒台 看着眼前的端午 燕子精还是不忍心告诉他事情 只是让他自己 多注意点那个郑之恒 然而此时的端午 也在燕子精口中得知 曾经使得燕氏家破人亡 还有害死他父亲的真正凶手 然而让端午没想到的是 还家却不罢休 不仅找人故意到 他的店里栽赃陷害 甚至还带人过来闹事 此时在另一边的燕子精 看到了端午发生的一切 他将所有的仇恨 都放在了郑家头上 因为他知道 只要将郑家搞垮 不仅可以报了自己的血海深仇 也能替端午铲除祸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在另一边的崔石九 现在已经跟郑之恒 商量对付他的办法 就是先找一个人 先确认燕子精 是不是跟崔正两家有关系 只要让他发现 利荣道的人 他就会做下一步的动作 果不其然 正如崔石九的预料一样 康统领 再见到利荣道的人来到了扬州 很快将他发现的事情 告诉了燕子精 听到仇人来到了扬州 燕子精也没有多想 直接趁着晚上 来到了利荣道住宿的外面 没有经过调查 直接冲了进去 跟里面的人打斗在一起 然而就在屋外网里面射箭的时候 这时的燕子精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自己被设计陷害了 眼看着受伤的燕子精 康统领只能先赶紧将他带离现场 随后来到了端午的院里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端午在看到受伤的燕子精脸上 本不想原谅 但架不住内心的煎熬 只能先将他带回屋里进行救治 在简单包扎后 他也在这时询问起 康统领发生的事情 原来他们发现了利荣道的人 在听到利荣道的时候 端午一下子就愣住了 想起了在沙漠的时候 小虾米对他说的话 还有魏斯会被杀的时候 发现伤队里有不属于他们的人 看着吞吞吐吐的康统领 在端午的不断追问下 也在这时他终于知道了 燕子精为什么要拿剑射自己的真相 康统领告诉他 因为燕子精发现 利荣道的人已经拿剑对准了他 燕子精只能射出那一剑 替他挡去伤害 可不曾想最后阴差阳错地 却射到了他端午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郑之恒 在得知燕子精没有抓到他 猜到肯定躲在端午这边 于是赶紧伙同徐章使一同 来到了端午的院里 他本以为可以将端午 跟燕子精一同解决掉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出来的却是衣衫不整的张静然 徐章使在见到这一幕 属实有点尴尬 面对这么多人来到这里 张静然整理了一下衣服 意思就是告诉他 自己这边没有藏人 而且今晚自己 跟端午在一起狂欢 也就在这时 端午假装刚梳妆 打扮一番走了出来 两人直接在徐章使 跟郑之恒面前 表现了一份恩爱的画面 这着实把两人给气着了 眼看没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最后只能无趣地选择离开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燕子精还不知道 端午已经知道了 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你可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等我伤好了 我会立刻离开明镜的 面对端午的询问 他还是假装故意远离 这直接把端午给气走了 面对刚刚端午的举动 燕子精发现了不对劲 这时刚好康统临走了进来 询问他跟端午说了什么 行 我就在这儿 端午话刚说完 直接用手捂住了燕子精的眼睛 一旁的张静然很是开心 这方法确实不错 随后端午给旁边的人 使了一个眼神 只见樱桃赶紧上前拿走了箭筒 一旁的所有人 故意用夸赞的语气 来表扬燕子君的神剑手 然而在等端午拿开手 看到箭并没有丢到桶里 这瞬间有些尴尬了 此时此刻的众人 尽情享受在美酒当中 因为他们用旧的琉璃 重新改造后 再次让明镜台 恢复往日的生意 端午也在这一刻放飞了所有 这时的燕子 竟看着面前的端午 你还会想人说吗 他也问出了 自己一直想问的那句话 看着眼前的燕子精 端午并没有说话 一双眼 似乎有着要跟燕子精 说不完的话 但却无法说出 此时的燕子精 本想着再次亲吻端午 可就在他要靠近端午的嘴唇的时候 突然放弃了 端午也在这时看出来 主动地吻了上去 两人就这么重新地拉扯在了一起 可偏偏这中间 还是有些不可逾越的鸿沟 也许此时的他们 也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正所谓一家欢喜一家仇 由于端午的明镜台重新开张 也触及到了郑家的利益 随后找来了白娇叔的弟弟 来到明镜台大闹 声称端午的琉璃有毒 面对外面的喧闹端午并没有当回事 燕子精却有点看不懂了 明镜台早晚会有这么一遭 该来的人还没来呢 再听到端午说的话 这时燕子精也明白了他的用意 也就在这时 跟郑家合谋的徐长使过来了 装模作样地要为明请命查封明镜台 此时在屋里的端午 再看到徐长使过来 他也知道该来的人也来了 现在要出去会议会这个徐长使 首先他故意让云秀确认 那个簪子是他们明镜开的视频 徐长使还没等端午把话说完 便准备带着他离开 也就在这时一旁的高手拿出一把匕首 在首饰盒里划上了一刀 故意地打了一个喷嚏 将里面的花粉 喷到了白娇叔弟弟的脸上 这瞬间吓得他大叫起来 正是因为这个动作 成功地替端午的明镜台起脱了嫌疑 可让徐长使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张静然带人过来了 因为他们在白娇叔的住所 发现了大批珍宝格的视频 坐实了徐长使收受贿赂的嫌疑 然而面对张静然 被关押在牢里的徐长使还不知悔改 甚至以为他有翼王的撑腰可以逃过一劫 在听到张静然告诉他 自己准备直接上奏给皇帝的时候 徐长使这下彻底害怕了 夜晚时分 为了寻找到出路 便写下一封血书偷偷地交给狱卒 希望他能够去京城交给翼王 只要自己得救就能许他荣华富贵 然而就在狱卒离开后 直接将血书交到了张静然手中 看着手中的求救信 燕子经发现了端倪 因为自始至终跟在徐长使身边的那个徐灵 一直没有露面 此时在另一边的端武 眼看着家里的流离不多 于是便找到了之前的老师傅 想让他重出江湖 帮他一起经营 面对端武的真情请求最终同意出山 此时在另一边的郑之恒 得知康国使团来到了扬州 他们想把利荣道的脏物卖给他们 这样可以解决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端武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跟燕子经也猜到郑家会出售脏物 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郑家正如端武所想 开始出售利荣道劫匪的脏物 哪知这时燕子经却想要在端武身上收取点利息 这一下子把一旁的张静然整精神了 表示他愿意替端武出这个利息 端武找到制作琉璃的老师傅 第一批样品在师傅的制作下很快地出炉 看着手中的成品 端武激动万分 以后不用被人牵制 终于可以自产自消 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 燕子经也跟着开心起来 然而此时的端武不知道 就在他带着大家刚离开不久 燕子经拿着琉璃的手突然划了一下 就连眼睛也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 这时他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想起了之前给他看病的巫医说过的话 如果发现眼睛变模糊 就是离他燕子经独发身亡的时间 也就在这时 张静然走了过来 为了不让他看出端倪 只能随便找了个理由缓解刚刚的难堪 看到张静然 燕子经其实也明白 他不是为了看端武的琉璃开窑 见到自己行踪被识破 随后便询问起燕子经 关于在大牢里 徐长使被下毒昏迷的事情 是不是跟他有关 燕子经也直接告诉张静然 确实是自己干的 见到张静然还在不断地劝自己 不要再那么任意妄为的行事 燕子经直接对了去 眼看自己劝解没用 张静然只能告诉他多想想端武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郑之恒跟崔石九德之 康国的一个富商来到了扬州 而且还才买的是色色饰品 郑之恒一下子想到了主意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把利荣道的赃物卖给那个康国来的富商 此时的端武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可他还不知道对方要买的是色色 自己精心准备了琉璃挂件 来到了康国富商跟郑家吃饭的地方 最后却被拦在了外面 眼看没办法进去只能在外面等着 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出来 最后再看到他准备的琉璃挂件 却表现得没有兴趣 端武也在这时知道 原来这个富商想要购买的是色色 回到明镜台后 他跟燕子经还有端武说了这件事 燕子经本想劝端武 不要再想着做这笔生意 就是因为他的举动 直接被一旁的张静然看穿 在端武和张静然两人的逼供下 燕子经只能被迫承认 他在背后收购了整个扬州城里的所有色色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 就是去跟郑家争夺这次色色买卖 不仅有希望做成生意 就算做不成 也可以逼迫郑家出手他家的赃物 这样也能人赃并获 于是第二天 在郑家宴请负伤的时候 端武跟燕子经故意闯进房间 苏木哲 今日演习并未邀请您 一旁的郑之恒 想要将他们赶走 这时燕子经说话了 这招武康国人 应该更喜欢来自波斯的三乐江 再听到燕子经说 自己也是来自康国那边 傅商一下子就觉得看到了老乡 直接将他安排在了自己身边 两人的畅快喝酒聊天的场面 直接把作东请客的郑家 看得气愤不已 然而对于今天的举动 虽然没有得到傅商购买的意见 但在他们的一系列的搅局下 成功地在他心里有了一丝的地位 看着眼前的端武 燕子经很是欣慰 他也看到了端武这段时间的努力 随后把衣服披在端武的身上 两人在这没有人打扰的片刻 享受着彼此带来的身体上的温暖 燕子经也想着在最后的时间 能够给端武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为了能够在争夺这笔生意上出彩 端武这边开始了设计制造 而此时在另一边的崔石九 看着手中的饰品却犯了难 因为不管他怎么设计 都觉得没有办法出彩 这时看到了桌上 那颗硕大的瑟瑟宝石 可他却不知道 正是因为他把这个蓝宝石拿了出来 虽然得到了富商的喜欢 但燕子经在看到这宝石的时候 瞬间脸色凝重 因为这真是他燕家 被利荣道抢走的那颗宝石 这也让他激起了复仇的怒火 此时郑之恒他们兴奋地以为 只要得到这个富商的订单 可以打开西域的商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康国的富商跟燕子经也认识 这也是为郑家做的局中局 在等到郑家知道的时候 以为是已晚 郑之恒跟他的父亲 正发愁怎么找获交货的时候 这时端午也来到了他们的府里 想着可以帮助他们的同时 也能让自己大赚一笔 苏掌柜 你花大小钱收了瑟瑟 明镜台恐怕是周转不开了吧 可没想到却被郑家侮辱了一番 对于这样的言语 端午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让他们考虑考虑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看着端午离开的背影 这着实把郑家父子俩气得够呛 直接拿起桌上的东西摔在地上 哪知这时端午再次反了回来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阿姨 是我手滑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崔十九正在整理着 要交货的瑟瑟宝石 这时郑之恒过来了 看着满脸愁容的郑之恒 也在他的口中得知 原来他的父亲 要在昨晚这笔买卖后 就解决掉自己 但郑之恒 他早已爱上了崔十九 并不想就此抛弃 现在他偷走了家里的大印 要带着崔十九 还有手上的珠宝 逃到没人知道的地方 也就在这时 张静然在燕子精那边 得到了郑家有利容到的赃物 带兵追到了这里 眼看情况不妙 他赶紧让手下带着崔十九先逃离 自己留下收拾一下珠宝 经过几门的躲藏 最终崔十九跟郑之恒 逃到一个荒废已久的废宅 因为现在张静然已经命运封锁了城门 只能躲在那里 经过一夜的追杀 张静然始终没能找到郑之恒 燕子精觉得一定要在郑家之前找到郑之恒 只要提前找到 就可以利用他们父子反目成仇 只认他父亲犯罪的事实 哪知这时一旁的端午却发现了商机 根据合约来看 郑家跟康国的富商约定时间就在两天后 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到时候肯定无法正常交货 这把一旁的燕子精看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他把注意打到了燕子精的头上 谁让他手上还有那么多货 但燕子精也不是吃亏的主 表示他要收取一些利息 此话一出 坐在一旁的张静然看不下去了 端午利用了这个间隙 找到了康国富商替郑家交割了货物 随后找到了郑家利用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成功地瓜分了郑家的三个珠宝商铺 端午也正式地开启了富商的精彩之路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崔石九跟郑之恒一直在废弃屋里躲藏 外面的官兵也很快查到了这里 在这千军一发时刻 他们两人躲进了床柜的下面 这才让两人逃过一劫 第二天 崔石九看着郑之恒手里的包子 在得知他用自己手上的手势换的 此时的两人彼此的心都在一起 看着手中的手势 郑之恒表示只要今晚打开城门 他们就能逃出去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郑之恒刚进院里 就被他父亲的人盯上 此时在另一边 郑之恒刚从外面买完东西回来 却发现崔石九被绑在了地上 也就在这时 郑之恒的父亲带人走了进来 看着父亲的出现 他表示自己可以归还瑟瑟宝石 只要让他们离开 可此时他的父亲却指责起郑之恒 面对父亲的责骂 郑之恒也无话可说 在听到父亲要让自己杀了崔石九 把一切的货都推到他身上 这一刻的郑之恒也没了父子之情 就在他拿刀伤害他父亲的时候 这时从不远处突然扔出一个木棍 直接将郑之恒钉死在门框上 看着心爱的男人被杀在自己的眼前 崔石九彻底吓傻了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时他的父亲却把所有责任 再次推到了崔石九身上 他要让崔石九陪葬 随后便让人将这个废弃的小院一把火烧了 为了拯救在火中的崔石九 直接从门框上拽了下来 随后拿起地上的匕首 赶紧将帮着他的绳索切断 这一刻的崔石九满眼的心疼 幸好张静然及时赶到 虽然郑之恒没能得救 至少救下了崔石九 由于在郑家发现了利荣道的赃物 郑家被带到大堂上问候 张静然本想着可以利用崔石九的人证 来做石正家销售赃物的罪证 可此时的崔石九并没有指认郑之恒的父亲 因为他想要自己替郑之恒报仇 让他生不如死 这也打了张静然一个措手不及 此时在另一边 燕子精跟端午也在张静然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看着燕子精独自坐在门口喝酒 端午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随后便走到了他身边 现在的仇报得差不多了 他想让燕子精留在扬州 然后跟他组成一个小家 我真的可以过那样的仇报 听到燕子精说的话 端午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表示自己可以陪着他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崔石九也回到了珍宝阁 突然感觉到有人给自己披上衣服 再一睁眼发现是郑之恒紧紧地抱着他 让他不要离开自己 然而这一切都是崔石九的幻想 看着床上的衣服 此刻的他也下定了决心 他要为自己心爱的人报仇 另一边 由于端午成功地拿下了郑家的三家店铺 曾经在沙漠的玉池屋主也闻名来到了扬州 看着昔日好友过来 端午提议带着他一起出去游玩 欣赏一下扬州的美景 正当端午邀请张静然一同前去之时 一旁的燕子进去吃了醋 端午见两人这情况 只能尴尬地带着玉池屋主先行离开 正当他们在集市上看着别人下棋的时候 听到了下棋人说道 他们手上的棋子太过粗糙 正是他们的无心之谈 让端午想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想利用琉璃烧制一批能够下棋的棋子 在他的不断实验下 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也得到了康国富商的青睐 一遍热闹非凡 对面的珍宝格却冷冷清清 崔石九在看到郑之恒死在自己的面前 此刻的他也知道自己爱上了那个男人 但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甚至每天都会有一些流氓故意来找查 端午在看到失魂落魄的崔石九也不免地心疼 虽然两人有仇 但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依然鼓励他要向前看 在端午离开后不久 崔石九像疯了一样砸着屋里的东西 他拼命地努力夺回珍宝格 就是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自己有用 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却剩下他一个人 他宁可什么都不要 也要让他们回到自己身边 就在这时 他也发现了郑之恒给他留下的盒子 在里面发现他的头发 与子携手白头到老 也在这一刻 崔石九也开始了复仇的计划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端午也回到了自己的明镜台 为了让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找来了画师 想给大家画一张全家福 面对这样的事情 端午让燕子精也过去一趟 哪知傲娇的他却摆起了高冷饭 这种活动 我就不参与了 端午也没惯着 直接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很快他们的画像也画好了 端午跟燕子精看着面前的画像 跟燕子精说道 明年的话 也得你来管 只要 掌柜的 给我一份终身的饭碗就行了 其实燕子精嘴上说着在乎这个 在乎那个 但他也知道自己不一定 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看着眼睛再次模糊 为了不让端午发现只能故作镇定的 让他趴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也想就这么陪着端午一辈子 然而事事怎么如他们所愿 这天端午被郑老爷绑走 把所有的过错都夹在了他身上 而且还跟利荣道的人勾结 要他手中的血珠 由于端午被郑家绑走埋在地下 燕子精为了找到端午不惜绑架了郑士元 面对燕子精的逼问 他还想心存绕性表示自己不知道 然而还是疯狂的燕子精逼问下 说出了端午被埋的地方 在得到消息后的燕子精 快马加鞭地往那边赶 找到了地方 用手使劲地在地方刨着掩埋的泥土 这时张静然也带人过来了 在他们所有人的努力下 终于在最后一刻打开了被埋的端午 然而在等到燕子精回来的时候 郑士元却早已被人救走 而救他的人正是张静然的哥哥 还有利荣道的首领李奎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崔石九再见到端午还是没能救活 此刻的他也在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会替他解决掉彼此的共同仇人 此时在另一边的张静然 为了尽快找到背后之人 利用徐长使斩首设下计谋 很快这件事 也被他的哥哥翊王跟李奎知晓 他们也猜到这是张静然的阴谋 也就在这时手下突然走进来 拿出了一份信件 再看到后脸上明显地有些紧张了 因为那个正是徐长使的手下送来的 只要他们保住自己的主人 他就不会暴露他们勾结利荣道的秘密 眼看没了办法 现在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李奎的身上 因为只有他目前还没有被暴露身份 然而这一切也都被燕子精算计在内 在他们以为成功营救的时候 这时燕子精及时地出现 跟康同龄两人互相配合 阻挡了黑衣人的去路 也就在这时 燕子精在看到对方射在树上的飞镖的时候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 眼前的人正是自己一直追查的杀父仇人李奎 随后毫不犹豫地直接冲了上去 跟对方打斗在一起 成功地摘下了李奎的面罩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看到李奎真正面目的时候 让他彻底崩溃了 因为眼前的人正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好大哥 想起了自己父母被杀的场景 想起了曾经每天被殴打欺辱的场景 再想到之前在西域时 遇到他盛情款待自己的样子 此刻的燕子已经彻底梦了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然而对于现在的燕子精 现在也不管有没有解药 他要为父母和无辜之人报仇 就在他一步一步向李奎逼近之时 康同龄让他想想解药 可不管他怎么阻拦 此时的燕子精满眼的仇恨充斥着他的内心 就在这关键时刻 燕子精体内的毒素再次复发 这也让御迟无意有了可乘之机 不过幸好康同龄及时扑上去 这才让他没有得逞 在见到地上掉下来的东西 康同龄以为是救治燕子精体内的解药 没有听他的话杀了李奎 只顾着抢夺解药 然而在等他打开的时候 这才发现里面竟然是血珠 端武在张静然口中 得知了燕子精中毒的真相 在看到张静然告诉自己 没能找到解药的时候 此刻的端武彻底崩溃了 为了不让彼此看出来 两人都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装作跟平时一样 给我做腰带 也应该拿把尺子 正是因为刚刚说的话 燕子精想到了一个主意 就是用七彩琉璃做一把尺子 不仅可以丈量天地 也可以显示出公平 那这个去参加健保会肯定不会错 面对燕子精的提议 此时的端武心思并不在这个上面 随意地敷衍了燕子精两句 让他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因为他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去做 就是跟他去一起看山川 要跟他到处转转 再看到端武说的话 此时的燕子精心里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只希望他去参加健保会 能够看到他夺宝的场面 也希望他这么多年的来心愿完成 日子一天天过去 白天燕子精每天陪着端武画画 端武在一旁看着他心里也得不舍 晚上陪着燕子精去逛集市 他们多想就这么平淡地过一辈子 在这一刻端武也放在了心中所有的芥蒂 和燕子精亲吻在了一起 看着躺在身边的端武 燕子精还是有些不舍 他知道这一别将是永远 紧紧地抱着端武 时间过得很快 这天张竟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皇帝终于下了圣旨给燕子精一家平反 让他们重新回到苗圃庄园 再听到圣旨的这一刻 燕子精终于了缺了这么多年的心愿 端武也为他开心地哭泣着 这么多年的努力复仇没有白费 也就在这时 张竟然看着后面的端武 似乎还有些什么话要说 随后将燕子精叫到了屋里 告诉他李奎已经死了 没能替他找回解药 得到这消息的时候 燕子精先是愣了一下 不过他还是选择了释然 其实你的事他早就知道了 在听到这一切都是端武关照他的时候 这一刻的燕子精还是崩溃了 原来端武在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自己中毒的消息 却一直瞒着他 每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陪着自己 这也让他想起了前几天端武说的话 时间这么大 我们要到处去看看 这一刻的燕子精也才明白过来 端武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在看到他们亲手所画的作品 燕子精依旧满脸的不舍 天亮的时候 燕子精还贴心地为端武做了一碗粥 看着燕子精为自己熬制的长生粥 端武还不知道燕子精已经知晓 他知道中毒的消息 还在努力地在他面前表演着 做你任何想做的事 不要被任何人 任何事所困住 然而在听到燕子精要离开的时候 他也在这时明白 他为什么要给自己熬粥 端武知道他这一走便是永远 端武请求他不要离开自己 可最后得到回答依旧让他不知所措 他不舍燕子精就这么离开自己 不舍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宁 端武抱着燕子精久久不愿放手 然而燕子精又何曾想离开 他知道自己体内的毒已经无法解开 不想拖累端武 想起了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所有事情 从开始的相遇到后来的一路追随 最后到两人的相爱 此刻的两人心早已在了一起 事事都不能如他们所愿 最终燕子精还是离开了 端武凭借着七彩琉璃齿 在健保会上成功把得头筹 也被大家推举为扬州的上宝行的行手 在这一刻 曾经所有的一幕幕都在脑海中回忆过 小虾米催大自己的娘亲 这一路他终究走过 面对这样的殊荣 端武还是拒绝了 将行手的位置留给了崔十九 他知道崔十九能够带着扬州的珠宝走得更远